截至昨晚凌晨过去24小时 就是确诊了48宗个案 另外我们现在手上有大概30宗左右 初步阳性个案 在那个个案编号就是4314到4361 其中就有两位是输入性个案 个案编号分别是4314和4360 4314就是埃塞俄比亚过来的机师 他在前复期就在非洲和巴西 另外4360就是印度回来的学生 另外就是48宗个案 还有37宗左右 就是和其他个案有相关的个案 其中29宗就是一些家庭的群组 或者是一些吃饭的聚会 另外就有其他的个案 当中就有三宗都是葵宗货柜码头的个案 分别的编号是4333,4343,4336 另外还有一宗是之前雅兰的群组 因为它之前有点不舒服的 不过一直都没有测试 最近就做了测试就是阳性个案 编号是4335 另外就是在荃湾的那个印容 之前我们有个宿舍的群组 其中一位又是在检疫中心 都是确诊的个案 就是4347 另外多了一位就是我们昨天说长兴大厦九楼的宿舍 有一位个案就是曾经在那里住过的 现在就因为听到新闻就是知道那里有些个案 他就去了做测试就是一个阳性个案的 他就是28日就离开教雇主就在长兴那里一直居住 然后因为知道有个案的话 他就8月12日就去了诊所那里拿样本 另外就是西云大厦那里 和4199相关的有个初步阳性的个案 就是和4199相关的 他是7月底那时在西云大厦住的印容 哇